慧珍 副主编 早 早 早 昨晚睡得好吗 挺好的 今天一点冷了 下雨吧 真的 应该戴件外套了 小心 小心 那我那我先去上班了 好 今天我们讨论的方案都拿到了吧 我们原定拍摄的明星 电影演员C.C.Ellen的专访和画报拍摄日期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原定作为主打的专访栏目 需要重新邀请明星 我本来看 好莱坞真人秀爆后的莱姆姐妹一家 要拍电影了 尼尔路克刚刚公布 要拍摄她们的独家封面 并采访电影内容 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莱姆姐妹 不愧是销量第一的杂志啊 好 好 好 跟她们相比 C.C.Ellen 话题性实在没法比 可是 莱姆姐妹现在这么高的人气 谁能跟她们比 我列出了一些候补名单 准备接触一些 话题性还没有发酵的明星 可我们现在才开始准备 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 如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的话 恐怕 连C.C.Ellen的专访都保不住 要是连这种程度的保密都做不到 只能说我们控制能力太差 副主编 我们现在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杂志的未来问题啊 杂志的未来 你指哪个方面 我 她的意思是 如果再不成功 我们是不是就失业了 副主编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现在可不能失业呀 那你走吧 我不能容忍同事 在这个时刻只关注自己 我不能和这样的人共事 雅玲就是问一句 这个状况我早跟你们说过 下个月如果销量还不能重回第一 以莫头杂志就要关门了 如果在场呢 还有其他人担心自己的前途的话 我允许你们现在就走 要走的都可以走 我不要走 我知道 tune in 两人 对不起 祝你姐 我 其实 我一直都在存钱 想出国念书的 我的履历上 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败皮 走吧 对不起 打架 你好 那个 我可能也得好好想想 想走的都走吧 剩下的继续开会 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有啊 你陪陪我吧 为什么要对雅玲姐和安娜姐那么严厉啊 你平时严厉也只是就事论事 但是 他们有疑问也是人之常情 你为什么 就不能多听他们解释一句 给大家一点信心啊 这个时候走 对他们来说比较有保障 他们的近况 如果等杂志车倒闭之后 再出去找工作 怎么可能会找到好的工作 被国内顶级大刊 遣散的杂志编辑 有了这个标签 在时尚圈 基本是无路可走 这个圈子 就是这么残酷 好 尝一下吧 所以 你是觉得你这样做 他们走得不会太有心理负担 是吗 你真的像个孩子一样 我对他们越冷漠 他们走得就能决绝一些 对 与其 让他们带着对秘密的负罪感 去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不如我帮他们一把 雅琳跟安娜 都是非常优秀的员工 他们没有必要 被秘密的困境所拖住 可是这样一来 你就更辛苦了 那你抱抱我 你抱抱我就不累了 我说真的 你抱抱我吧 我开玩笑的 你不用压力那么大 你记得小时候 我们都很羡慕 能够喝咖啡的哥哥姐姐们吗 那个时候 我们还说长大以后 一定要狂喝咖啡 谁都不能阻拦的那种喝 长大以后才知道 咖啡原来那么苦 小孩子哪能喝那么苦的东西啊 我们后来还错怪他们 以为长大以后做的事情 一定是快乐的事情 也只有长大了 才会心甘情愿地做这些吃苦的事情 我们都想更多了 哪能做 这些吃苦的事 我们一起吃我们的东西 了 我们一起吃吃吃素贵 又是你的风味 倒是把写好的报告 已经发给我了 是说林一木的吧 这兔崽子最绝情 嘴上说不会走 我看呀 芭城市去新看了 那这样的话 那他也太过分了 手上去 就能把写的 不得 不得 那你 就要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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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